我爱你 你先走 我爱你 我爱你 宇宙情侣荡洒狗粮了 宇文乐质问周冬于吻气 我新年轻轻轻轻 许松北京接受自爆遭遇疯狂粉丝 天天天我眼前就一片漆黑了 Celina造型被点赞豁出去 和硬彩儿大赤度开思 硬彩儿腿啊 你伸出来腿就是没腿啊 我爱你 我爱你 玩过来到好笑给你不厉害 在这期面独家国民播出的娱乐乐饭店 大家好我是金泽源 大家好 我是樱桃 现在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我们娱乐乐饭店 一个全新的板块 名字叫做男神示例榜 已经正式上线了 只要你拿出你的手机 对着我们的电视来进行微信摇电视的环节 为你喜欢的男神头上一票 这样呢就有机会在周五的节目当中 看到你的男神霸屏出现 同时我们乐饭店还为各位准备了 非常精心的礼物送给大家的 赶紧行动起来吧 是的明天就是七夕节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明星七夕怎么过了 明星七夕怎么过 凤小月自爆 七夕在家陪老婆 上周我演员凤小月在福州出席电影 我最好朋友的婚礼的新闻发布会 在影片中凤小月喜欢舒淇 不顾一气 而当没问及 在现实生活中 女主演舒淇和宋倩 这两个大美妞会选择谁时 凤小月更是大胆是爱 还是选择舒淇 在现实中 我可能还是会选舒淇 如果舒淇 这个角度真的很 很爱冒险 非常非常容易 好了 看官们别瞎起哄了 凤小月说的是舒淇 剧中的角色 人家这才刚结婚两个月呢 或许是怕太太误会 凤小月赶紧给太太隔空 泡了一颗定心板 亲爱的七夕 我已经准备好了 今年呢 比较幸运 就是刚好可以回家 可以回家过 所以应该会 应该会 应该会蛮甜蜜的 应该会有很多音乐 应该会有很多美食 然后应该会有很多花 云青七夕怎么过 周春雄与妻子 共度不会秀晒炫 年前小刚周春雄 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宣布自己的演唱会 将于九月在北京举行 据说届时 他还会邀请自己的妻子 当嘉宾 上台合唱哦 明天就是我们 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了 不知小刚会怎么过呢 他很喜欢 玫瑰花 所以我会给他 准备一点玫瑰花 然后我会 可能帮他做一段 烛光晚餐 这么浪漫 会不会被身边的朋友 就经常叫你们说 虐狗啊 秀恩爱啊 我们浪漫是很低调的 我从来没有在 什么微博上 秀那些浪漫 我觉得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明星七夕怎么过 秦蓝独生 不及感情归属 今日秦蓝一生 暗自大陆被长裙 现身上海某活动 这位大美人 真是经注了 时光的洗礼 古典又优雅的气质 展露无遗 不过我这么 人美新鲜的秦蓝姐姐 身边确实 一直空缺了一个 可以依靠的肩膀 这不明天就是七夕了 她又是一个人过 对啊 今年七夕又要一个人过 就好在我有我的团队 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 但我总觉得 爱情情感婚姻 其实都是需要缘分 那这个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那旁天综合报道 上周呢 礼物奥运会已经正式的开幕了 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金牌榜上 我们到底获得了多少金牌 但作为像我这样的 这个逗趣的原物 你知道吗 我关注了一下 我们有一位女运动员 刷新了我们对表情包的认识 她的名字叫做傅元慧 是的 傅元慧最近的人气 真的是非常的高 因为呢 她不仅是一个表情包 还是一个段子手 那既然说到这个表情包 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就是我控制不住 我自己了 其实我觉得吧 这个还好 你知道吗 最让我觉得惊讶的就是 在跟记者回答问题的时候 她真的很厉害 人家问她 有没有用尽全力 她说 我已经使出洪荒之力了 所以我觉得 至于这样的一个女运动员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当然了 大家关注我们奥运会的同时 一定不要忘记 在六点钟继续关注娱乐新闻哦 有一种相见 叫好久不见 这部就在上周 可乐屏幕已久的 娱乐和周冬宇 这对宇宙情侣当 再次合体亮相了 话说 这二位那不是不同框则已 一同框嘛 就是各种亲密 而与狂虐单身方的节奏 就连问老冬宇 那次献出荧幕初吻的电影 谎言兮兮里 六叔都忍不住要质问一番了 可是前一秒刚放过周冬宇 下一秒六叔又按耐不住 搞怪的小性子再次开启 逗妹子模式 我说六叔 你这一脸爽到了的样子 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因为太久没见 一下子没压抑住 释放了自己的甜性吗 小编点评 约约约 我们约 才刚刚经历过 余威乐的无情挑感 咱们的冬宇妹子 在谎言兮兮里的北京首映 李现场又惨遭无事 虽然一开场时 许久不见的男女主角 周冬宇和李准基的互动 充满了虐死单身方的甜蜜气氛 不过这么完美的画面 在另外一位主演上台时 就突然戛然而止了 隔壁的老田 嘴上说是来帮助身边 这对小情侣的 可小编隐隐觉得 计分不对 因为到了拍照环节 阮景天与李准基 竟然都撇开周冬宇 两人携手拍应招了 眼见冬宇妹子被欺负得这么凄惨 小编也是于心不忍呢 可是没办法 谁让隔壁老田 与李准基这么有默契 现场的真心化环节 也成为两人秀友情的最佳平台 小编点评 相比黄磊的尴尬 海谦的感受却完全相反 甚至第一天拍戏时 他还专门拉了班里的女同学前来助阵 虽然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但海青表示和师傅一起演戏很放松 尽管在现场黄磊也报了不少海青学生时代的黑历史 但受到黄磊的之欲之恩 海青仍充满感激 在这条路上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和坎坷 但每一次几乎要放弃的时候 都想到我师傅出了一句话 他说演员就是一颗信 我会一辈子记住这句话 好 谢谢师傅 小编点评 一日为世终身为父 乐范天综合报道 有句老话说的好 这个文体不分家 我发现真的是这么回事 比如说我们这个娱乐圈很多明星们 对于礼物奥运会的热衷度非常之高 向陈玉讯大哥已经去参加举重比赛了 而且不只是陈玉讯 最近罗志祥小猪 他也获得了举重的金牌 这是一位泰国的女选手 而且小猪本人也亲自发了微博 还说我告诉过你们 我是一个力气很大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曝光度 再加上他们这样的明星脸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粉丝的数量 一定会蹭蹭蹭地往上涨 可是有的时候 这个粉丝长了很多之后呢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上周末歌手许松 在北京举行新专辑的全国首席会 出道十年 许松低调做音乐的好态度 获得了不少歌迷的追捧 然而这次在新专辑音乐录像带中 松哥却首次尝试起吻戏来 就让小编大呼意外 要知道拍了这么多年音乐录像带 这次竟然还是他荧幕初吻 在音乐录像带中 与法国女演员相念的一场吻戏 都能被许松描述得如此无趣 可见小松松还是那个三观端正的好青年的 但没想到接下来的一个话题 却让小编有种碎尽三观的感觉 我牵手 就牵着牵着 我眼前就一片漆黑了 因为他把我的头 埋进他胸里了 我当时就 三秒钟以后才恢复光明 你现在牵手 我就可以跟他两个顺利上 其实再发生一次又怎么办呢 小编给听 原来你是这样的许松啊 上周网络总以热聊秀 私人定制在北京举行了 以爱他就私他为主题的媒体见面会 现场主持人应彩儿和Selina 携录制嘉宾贾乃亮助阵 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全明星斗地主 让到场的媒体与粉丝大饱眼福 而要说当天最大的亮点 那当然莫过于Selina和应彩儿 这样一动一径的新鲜主持搭配了 虽然我们很陌生因为之前几乎没碰过 可是非常熟悉 因为我看到他就如同见到Ella 都是个双子座的疯子 双子座疯子 我说彩儿不是小编我挑战 是我我就不能忍啊 没问题啊 没问题是不是 那你觉得跟Selina搭档下来的感受 诶 它是属于比较就是文静一点 所以我们先听到都是文静的 所以我们先听到都是文静的 但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这种神经病 需要有一个正常人控制 我说我们会不是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记得 那么请问正常人Selina 你知道你最近的造型火爆了吗 造型经常被网友点赞嘛 说这个很 这要收音啦 大哥您再讲一次 你说什么闹 经常被网友点赞 造型有点美吗 有没有跟网友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因为我就是最近就有运动啊 然后自己饮食也控制一下 想说我在这节目要访问男生 那希望自己也会可以撑起来 这样一个女生嘛 毕竟才儿的腿 他一伸出来腿就是没腿啊 对不对 这么美 所以我一定要让自己有别的地方可以走 小S的新节目 姐姐好饿 开播至今 请来过各种风格不同的帅气男星站台 不过这盼来又盼去 是很来袭的一家呢 乐饭天总可报道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参加我们乐饭天的官方微博和微信的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8月4号正式上映的盗墓笔记 主演的人都有闲人那就是景博人陆寒还有马思纯 是的在这里呢我还要告诉我们福建的小伙伴们一个好消息了 那就是盗墓笔记将会在12号到14号举办三场粉丝观影会啊 在我们的福州厦门泉州举办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赶快加入到粉丝大嘉评当中免费看电影了 是的今天说到这个盗墓笔记这么火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看这个马思纯在这部剧当中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备受期待的奇幻冒险巨缺电影盗墓笔记终于在千呼万唤中和大家见面了 虽然评论不一但也算是圆了盗笔们的十年之约 除了备受关注的当红男神陆寒锦博然的实力加盟 作为这部男人戏里唯一的女主角马思纯也当之无愧的成为脚点中的脚点 他一直以为自己的设计是比较性感的 出场时不是一个必须去内部 马思纯要听你需要变回表 就是需要一同家 蒋真在一部操劳爷们盗墓的电影里 作为唯一女主角为新剧忍痛减去挚爱的长发不说 还天天吊威亚爬地动和风吃土真真是满血开挂呀 苦苦又是辛苦而且每天都在吃土土也很苦 而且12月份我每天穿的那个还是无锈的那种吊带背心 就皮质的那种还蛮冷的 然后鼓风机吹着我 还有那天还在发烧 把我吊到三四层楼高的那个威亚上 上去我就哭了 明明是性感的女神范却硬生生要改变戏路 演足女汉子明明可以靠脸蛋撑票房 却要穿着沉重的脏袍扛着大刀打打杀杀 别说琴马粉不认识 就连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更了解了自己 发现我可以演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的角色 对 以前觉得自己小鸟一人 现在发现自己身着野蛮 入盗墓神四海啊 拍了盗墓笔记尽管是成功挑战了自己 但马思纯内心还是对这种打女形象 千千万万个拒绝的 这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比较难的一次 就是因为我跟她的性格差别太大 我和那个环境和和整个戏完全格格不入 我打人的时候都是软绵绵的那种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还是希望自己就是女孩子 然后做女孩子该做的事 别天天捂刀那圈 人家还是想做个安静的美少女 要说马思纯成为盗墓笔记中的唯一女主角小编 我可是一点也不意外 作为蒋文立的外生女 马思纯早早涉猎娱乐圈不说 在近几年各大霸品影视作品中都随处可见她的身影 从五妹娘传奇米约传到左耳里风情万种的夜店女郎 再到她来了请闭眼被华哥缩到骨子里的表白 真是引来印象无数 左手一个霍建华 右手一个凯凯王 名副其实的男神收割机啊 而这回在盗墓笔记里又搭档两枚当红男神 但蠢蠢却表示遗憾太多 这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阿宁角色有没有跟他们其中一个产生什么爱情的火花之类的 都很可惜没有呢 你也都没有嘛 你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对吧 能风情万种端庄淑女也能摸爬滚打 侠女豪情 盗摸笔记 见证新一代百变女神的诞生 乐凡天综合报道 欢迎各位回到好吃好给力 波利海带地市面独家冠军播出的娱乐乐凡天 大家好 我是金泽源 大家好 我是樱桃 接着接下来呢就进入这个恒电明星大搜罗的环节了 在8月9号也就是明天七夕节 我们将带着大家去恒电穿越群功了 一起录营看星星 荧光夜袍DJ派对赶快来参加 曾继何时看剧组拍戏 期待有幸邂逅几个心目中的男神女神 便成为各路粉丝 奔赴大横国的全部目的 不过当真正身临其境 不由得泽泽称其余明星宫 秦王宫 清明上河图的气势挥鸿之余 各色的精彩演艺秀 同样让人在天马行空中 感受独特的穿越氛围 你说此刻咱们的夜主播 还能安静地做个美女子吗 我真的觉得特别激动 因为我前面老是觉得 我好像跟不上节拍 然后脑海里一直在想 下一个画面是什么 是什么是什么 然后随着音乐的扭的 我终于也是进入了节奏 后来也逐渐地忘了舞步 就变得特别的开心 然后特别喜欢跟大家一起跳街头舞的感觉 哇哦 真是乱秀剑鱼迷人眼啊 尽管场面虽小 但是看着轻松愉悦 或让人忍俊不惊 或让人排手叫好 或让人心领神会 你见过电影三维特效的拍摄吗 嘿嘿 勉为其难 就让咱们夜主播 替大家体验一把 见您公主 与魏小宝私奔的戏码吧 戏码 来 攻步 救步 马车 哎呀 这玩得真开心啊 好难的感觉 要说这演艺秀的小场面 回鞋斗区搞笑不断 那么大场面可就更加博人眼球了 那可是恒定各大景区的重头戏 或绚丽多姿 或神奇梦幻 或精简刺激 当然还有那惊心动魄的八旗马战 这连咱夜主播也想过一把风随马奔 心随马动的影 帅呆了 横电一个制造快乐的舞台 横过来 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带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我们上期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蔡卓妍 中心童 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 可以获得的是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带点心面 提供大礼包一份 以吉方俗诺的亲密签名的专辑一张 是的呢 今天呢 娱乐显微镜的问题就是 这个抱着狗狗的人是谁呢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 就可以登陆娱乐乐翻天的官方微博 或者微信板单 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获得 有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带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以及罗志相亲笔签名的专辑了 是的 今天节目就这些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咯 卖油片